中非合作论坛前夕 风云对话专访非洲三 风云对话专访阿尔吉利亚马达加斯加南非 三国发生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将于9月3日至4日 在北京举行 这也是中国今年举办的规模最大 外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主场外交活动 届时来自48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 将齐聚北京共商合作共序有益 目前中国与非洲在经贸 交通 能源 农业 基建 医疗等领域 都展开了密切的合作 其中最不惧争议 最受广泛好评的正是医疗方面的合作 这也被国际社会称作 南南合作的典范 中非医疗合作始于1963年 中国向独立不久的阿尔吉利亚民主共和国 派出了由13名医疗队员组成的 原非医疗队 这是中国向非洲派遣的第一支医疗队 阿尔吉利亚地处北非 是非洲陆地面积最大的国家 翻过不远的阿特拉斯山脉 南部为广袤的撒哈拉沙漠 阿尔吉利亚的经济规模位居非洲第四 石油和天然气是其经济之助 阿尔吉利亚驻华大使艾哈桑布哈利法 来华工作已有两年 中非合作论坛前夕 他来到凤凰国际传媒中心 接受了凤凰卫视风云对话节目的专访 阿尔吉利亚,欢迎来到凤凰国际传媒 谢谢,谢谢你邀请我 跟FUCA参加上了 阿尔吉利亚,您的期望 这非常重要的参加 谢谢,FUCA参加是一个重要的参加 我们在1月1月1日的参加 FUCA参加是一个重要的参加 FUCA参加是一个重要的参加 在中国,这一年,这一年 会是18年的参加 这一年,这一年,在冠状的参加 FUCA参加,在最终的参加 FUCA参加在2015年 当你所长的总统,中国总统 总统,中国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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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 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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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 60多亿华,现在三年后 我们在做出档的总统 而且我們都有一個好的結果 我們看到90%的價格已經成功到了 以作為展開發展開發展 而把結成交換起來 這是第一項目的參與 第二次我們將會推出更新新的計劃 當然這項目將會發展開發展開發展 在新加坡的交易中,中央和Africa 从开始,从FoCAC 现在,从九年代,从2009年代 是第一次商业的伴侣 约100亿美金的USD 被投入了从中央到Africa 由中国的伴侣在Africa 很多的建築在所有的阿菲。 这意味着这个合作的方法是有效性的, 是良好,是有效性的, 而是非常好工作的, 在利益人士的利益, 也在利益人士的利益。 这是一个例子的合作, 在南南南, 尤其一个对应的利益区分来的原因。 我们将莫联系在做鉴头的材料。 他们下证定的接触到可以 helper爸爸kolии。 而在�澳大圆场换过程 heftig report, 会出现的很短暴筹《自由安全帖子》用。 您的 Don WTI摄行堅, scorpаменoups et puisque中国的原始盟卖不 ś semi-a-airaized伊朗 Tayyipong, パン国人说租az是一个第一个代表 designing他们的俄备对 Chloe goстра, 和洲人的合作为 rainbow。 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 您可以告诉我们 现在的交易关系吗 中国是最初的国家 在1958年代的国家人认识 我们的国家人认识 在1958年代 而是我们的国家人认识 四年前的国家人认识 我们的国家人认识 这是一个特别的例子 在两个国家认识 建立的国家人认识 中国的国家在那时候 主持人的川普洛杉光 高框管理合作为cht义务系 大陆花生和的大陆在1962年 由1962年我们建立一条 有一個比較好的協調 我們有一個交易的交易 而這年來 幸好你是在享受六十年來的交易協調 這代表六十年來的相關 六十年來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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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你也要知道 中國和歐洲現在 現在是很大的朋友 中國是我們第一次交易和經濟的交易協調 從2013年 中國已經在歐洲的交易協調 從歐洲的交易協調 在歐洲的交易協調 歐洲的交易協調 在歐洲的交易協調 1963年 是的 我們非常豪華 歐洲的交易協調 我們到了歐洲的交易協調 我們對我們有約62年 我們知道 在那時開放的全德國 歐洲的經濟協調 從1963年 我們把歐洲交易協調 歐洲的交易協調 和歐洲的交易協調 在澳大利亚上有这种姿势 是由领导的或讨论吗 不是由领导的领导 我必须说 是由中国的协议讨论 那年我们也接受了首席主席 他在参加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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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这种国家的国家 在我们的国家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的中国的故事 有一个美丽的故事 在这个国家的国家 有一个家庭在湖南部 在湖南部 他的父亲在澳大利亚上有医院 他的肩膀也在那里 和他的儿子也在工作 世代后世代 世代后世代 他在澳大利亚上工作 在澳大利亚上 帮助澳大利亚人 有些原因 在你眼前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中国 有好重的 历史上 首先 中国不继续了澳大利亚 这就是中文的原因 中国现在是第一个 不终于澳大利亚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个 这是一个不终于澳大利亚 而是他和澳大利亚 大利亚 for their support to cooperate with them and to help them to build their own economy. It's made in the term of win-win. Chinese companies are winning something and also the African countries, the African economies are winning something. This is an equal relation of partnership. 它是不关于独立的关系 而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还有第二点原因 是中国人不提供的检查 政治的检查 或是讲究这些 你必须做这些 你必须做这些 他们正在工作 在这些经济 他们建立了一些工业 他们发现这些工业 在利益这些人 当然,中国的企业会负责 这是任何企业在世界上的目的目的 但同时,他们做了一个好工作 他们来工作,工作,他们发现了目的 中国人或中国的工作人员 他们是很公平的,因为中国人的仲人是很公平的 有些人的关系 而他们看其他人是一个公平的 并非他们的 在1990年,在澳洲经常受到战争和 terror状态 所以在澳洲的安全局上是什么? 幸运是我的国家现在有很好的情况 我认为是有一个国际的组织 在全世界世界上 而现在是在七个位置上 在世界上讲到安全的安全 而安全是确定的 在选择的问题 我们会收到很多游客外的游客,尤其是从欧洲 我们期待能够收到游客中的游客 像其他国家 我们需要的游客和游客 我们要投入游客和游客 选须而世人 中非核酬论 Vol. Gen. A. 中非核酬论展开西部 听声音 labas 专访非洲三 共商中非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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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云对话 专访非洲三 在西印度洋上 有一座独特而美丽的岛屿 马达加斯加 它是世界第四大岛 也是非洲最大的岛国 狐猴 变色龙 猴面包树 独特的气候和地理位置 造就了马达加斯加 这个女士隔绝的动植物天堂 在这座岛屿上 一度生活着非洲最大的华人群体 据统计 马达加斯加现有五万华人 混血华裔 已进入马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本集《风云对话》的嘉宾 马达加斯加驻华大使 希克尼娜就是华裔出身 能说流利的粤语 法语和马达加斯加语 希克尼娜大使来到中国 已有16年 他同时还担任 非洲驻华外交使团的团长一致 你好 您是马达加斯加的国家 那么 您的经历您的经历您的经历您 我从2002月份的决定 我从2002月份的决定 我从16岁的决定 我从16岁的决定 我从中国最古代决定 我从中国的决定 你去年轻人的股华, 在中国的股华, 也包括了股华的股华, 当然, 但是我最初感觉, 是这种可能性的众训者 你们来到中国的第一次, 就是这种了比较并的大量。 所有的大量都大量是大量。 在中共中处到船上,你会感受 troubles, 就像是一杯的热泡, 操作大小的事情。 我被震上了我的信息力和中国社公司, 而不是中国社。 在印尽上,你看到了 也有多数十来说有五十个人生涉及的文化 每个人生涉及各种各种既 Specs的文化 这种文化的文化 我们可以说文化的文化 文化的文化 它也很震感 因为对中国人 有些人很難聽他們 有些人會再重新 repet一次 三次再次再重新一句話 所以要好好明白 您說得很中文 您說得很中文 您是在中國的家庭 這關於我的經歷 現在 现在,我对你太太疼, 我不是太疼, 但是我会与我相似的一些专业的性格, 我是一种产生的产生, 在中国的产生产生产生, 在那里面, 我父亲是100%的中国人, 完全不上 My mother是100%說法 我做了全我的南法 我通道明是加上анию 我哥哥在湊州 快速общ了 不在马路上 不在祖叫 所以他的 메 pills 是笨蛋 太恰了 我为了anne 我身上有很多家庭的家庭 每个人都在死亡 我参加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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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父亲 这是一切运动 一切运动 一切运动 另一切 在冠状态的死亡在冠状态的地方 您觉得你觉得《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我认为《 Belt and Road》不是在冠状态的既然 在冠状态的冠状态 《 Belt and Road》是一种很长的计划 的经济的经济 很長的歷史,因為 波動的奴隷乎 可以保持平靜, 可以保持平靜, 跟全世界的關係。 在2013年, 當政會審議席 他在歷史上的歷史上的歷史上 他有意義的《 Belt and Road》 是在做出生意義的路面 和歷史上的歷史上 和歷史上的歷史上的歷史上 而是在那里面的歷史上的歷史上 和歷史上的歷史上 和歷史上的歷史上 所以这两个组织 都给予了生意義的 《 Belt and Road》 我们现在的《 Belt and Road》 是在这种歷史上的歷史上 是在这种歷史上的歷史上 而在这种歷史上 有更多的60国家 是在《 Belt and Road》 和《 Belt and Road》 和《 Belt and Road》 所交代的来说 有那种歷史上的歷史上 是在那种歷史上的歷史上 像你所知道, 中国人的身份在Africa 有长时间, 在 Madagascar的情况下, 由于马lgache建立的建筑, 在1898-1999年代, 由于那些中国人留在 Madagascar 后的研究, 而他们送到他们的导致 而 Madagascar 我们可以说 现实际上 是在 Madagascar 有一个最大的中国人的社会 在Africa 跟这些交友 开始后了 在Africa 很多新的新年代 都在在Africa 有了有些人選了 Africa 彼此的第二个地区 涉嫉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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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嫉� ja 因为人和中国的剧场 正在继续屏的持续 和继续的继续 这就是我的考虑 这就是我认为 中国人在中国 和中国人在中国的卓尔 中非合作论坛前夕 风云对话 专访非洲三 风云对话 专访阿尔吉利亚 马达加斯加 南非三国发生 处于非洲大陆南部的南非 是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南非的GDP 占非洲的24% 是被世界银行列为 中上收入经济体的 四个非洲国家之一 2010年 南非正式加入金砖俱乐部 成为金砖国家中 唯一的非洲国家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立的首个区域中心 就设在了南非第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 2015年习近平主席与时任南非总统的祖马 共同主持召开了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峰会 这也是中非合作论坛第一次 在非洲大陆举办峰会 而南非也是这一次 中非合作论坛的共同主席国 风云对话节目组 走进南非驻华使馆 对话南非驻华大使 多拉娜 母亲 实际上新开发银行成立的 是一种最大的成立的成立的成立 因为它是一种永远的成立 而且它有永远的成立 为金砖国家和其他国家 而我的国家已经开始 从BRIX loans that have been given 而 therefore its programme and objective is to assist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emerging nations particularly i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in development in general and BRICS has taken it upon itself to ensure that it pushes the agenda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therefore it's something that benefits my country directly and particularly my continent as we our continent is not as rich as the other continents and therefore we still stand to benefit a lot from particularly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Is it true that the Chinese currency RMB is getting popular when it comes to trade in some African countries? In South Africa we have last year I think it was last year we now have the RMB as one of the currencies that have an exchange in South Africa so that has done a lot to improve our trade and to ensure that trade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runs smoothly so it is a benefit to have an alternative to the US dollar and particularly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BRICS is encouraging is that the BRICS countries use their own currency so I think the RMB has done very well very well particularly in our transactions between our countries journalists once comment that by joining the BRICS that it really helps South Africa to address a sequela of the colonialism and apartheid how do you understand this statement? Well we joined BRICS long after colonialism had come and gone and after apartheid had come and gone but what happens is that when 1994 when we became a democratic country and we gained our full independence then a lot of problems come up you gain political independence in the sense that you can govern yourself but you find that there are lots of issues you have to deal with economically which you are not capable of dealing with and BRICS in a way has come as very much a good partner for us to try and deal with those challenges we have mentioned some of the issues like the new development bank it has a direct benefit for us in that regard but also creating opportunities within our region itself which also makes us prosper so it's other softer ways and other things you didn't foresee or perceive when we got our independence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faced with particularly on the economic side so being part of BRICS has been very instrumental and as you very well know the BRICS intratrade has increased by 70% since 2009 so that's also on its own goes a long way in improving our situation you have pandas we have pandas thank you very much we have pandas upunена okay ow 夜 猜 猜 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